题组304首先我们先开启所需要编辑的default.htm的档案 开启之后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我们先来设定标题是中华民国电脑技能基金会 好输完毕之后呢按一个enter那我们接下来要设定的是背景颜色所以说呢我们点选的页面属性 因为属性之后呢我们的在外观的地方这边可以找到背景颜色设定我们设定为99cccc 那呢另外呢这边的文件编码方式呢我们要到了这个标题编码方式的地方 其实我们标题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处理那我们呢这边要将编码的方式呢 改为是呢繁体中文那我们这边来挑选繁体中文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那big5就这边那我们按下一个确定那按下一个套用 好做完之后呢我们第一小题的部分就做完了 题组304的第二小题呢希望我们呢在这个表格第一列第二栏 当中呢依序呢插入呢四个flash的按钮 那我们这边呢先决定我们的位置呢在第一列的这个第二栏的位置 那我们执行呢插入媒体选择到呢是呢flash按钮 选择到flash按钮之后呢我们呢首先呢是先要挑选样式 找T开头的样式 好那基本上呢在这个地方的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样式 接下来呢设定的按钮的文字 按钮文字呢第一个呢是叫关于基金会 再来呢我们呢需要呢挑选的字体是星系名题 我们稍微往下来找可以找到星系名题 那在大小的部分呢是15没有问题 那背景颜色的地方我们在这边做一个设定 背景颜色需要的是呢99cccc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做一个存档 做一个存档 那我们先按浏览去看呢存档的路径呢是不是在根目底下 那的确现在是在根目底下 好 那我们呢这个地方呢只需要按一个确定 按一个确定 那我们第一个呢这个flash的按钮呢就产生了 好我们这边呢再按一下确定 这边就可以看到呢关于基金会的这个flash的按钮 那其他的地方呢其他的按钮呢也是相同的做法 那我们这边呢执行插入flash的按钮 我们再来做一次 选到呢是最后一个样式 好最后一个样式 然后呢我们呢这边呢 第二个的按钮文字呢我们要设定的是呢 服务项目 那这边呢哦挑选的字型呢是呢 信息名题大小是15 那背景颜色 99 cccc 好那存档的名称呢是button2.swf 好那我们按下一个确定 好再按下一个确定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档案面板的地方做一个重新整理 就可以看到我们所产生的两个按钮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放进插入点呢 那以相同的方式其实就可以产生 第三个跟第四个的这个flash按钮 那录影的部分呢我们就中断到这边 然后那其余的呢可以自行操作 304的第三小题呢我们要在表格第三列的第一个储存格要插入一段呢 flash的影片那我们呢将插入点放在呢这个是第三列 好第三列的这个第一个储存格 那我们呢要插入一个flash的影片 所以我们这边执行插入媒体选择到呢是flash 然后呢选择呢我们所需要的影片是这个tqcbanner.swf的档案按下确定 好那这边呢直接按下确定 那我们就把影片呢放进来 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呢第四小题呢 他希望我们呢在这个表格内中央储存格水平线的下方插入flash的文字 所以呢我们呢在水平线的后方呢其实可以放进一个插入点 其实他这个不太明显因为水平线很细 好不过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黑点在闪动 那表示呢我们将插入点呢放在水平线的后方 那插入点放在水平线后方之后呢我们再执行插入 选择到媒体里面的flash的文字 好执行flash文字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所需要的设定 首先呢字体的部分 我们选择的是标凯体 那大小呢我们设定为30 然后呢这个颜色呢我们要的是呢F6600 再呢就是变换颜色的部分 我们所需要的是99000 那在文字的地方我们要输的是创办人的话 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存档的名称呢要叫做test1 这边已经是test1 然后呢这个如果没有显示呢资料夹的话呢 那基本上其实它就是存在根目底下 不过我们还是检查一下 这样比较能够确定我们的存档的路径呢是正确的 好那做完这边之后呢我们只需要呢按一下一个确定 再按一下确定 那呢第四小题到这边就做完了 题主304的第五小题呢我们呢需要呢先将呢 data.tst中的文字呢做一个复制 好我们先做一个选取 然后呢再做复制动作 切换回呢default.htm 那题目要求我们呢将文字呢复制到呢 这个fresh文字的下方 那根据答案呢我们呢看到的是呢 这边是一个强迫断行动作 所以我们要按下shift加enter 那呢这个文字呢在这个地方哦 就是强迫断行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出现 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个贴上的动作 那这个是贴上后的情况 那第五小题其实还有要求 就是最后一段文字要靠右对起 就是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让它能够靠右对起 那这样做完之后第五小题做完 那第六小题呢我们需要呢将这个文字呢 那第六小题呢就是哦 替换成fresh文字 我们这边可以先做一个delete 之后呢我们再执行插入选择到呢fresh 选择到fresh文字 选择到fresh文字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来设定所需要的字体 哦是标凯体 那大小的话呢是30而且要自动对齐 那颜色的部分呢是哦六个零 不过呢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输入文字呢就是刚才说 哦去除掉的失证都三个字 好输入完毕之后呢我们再检查哦就是哦 其余的设定就是存档哦存档的名称呢是test2.swf 那是不是在根木屋底下我们按下浏览来做一个确认 好那这边是在根木屋底下 所以我们这边取消再按下确定 按下确定之后再按一次确定哦 那我们呢这边做一个重新整理就可以发现呢这个test2.swf 这个fresh的档案呢就产生在我们的根木屋底下了 做到这边第六小题就做完了 题图304的第七小题呢我们需要呢在这个黑色的区域呢 插入呢一个java applet 那我们这边执行插入 选择到每一题选择到呢applet 那呢档案呢就在我们的这个 呃根木屋底下的frame.class的档案 我们按下确定 那再按下确定准备做呢属性的设定 在属性的地方呢我们先来设定它的宽度呢是300 再来高度呢是100 那我们呢还需要呢设定的参数 那我们呢还需要呢设定的参数 所以我们点选参数 在参数的第一个呢我们要输的是link 那词的地方呢我们要输的是 呃http 再呢呢输入的是呢 www.csf.org.tw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再增加另外一个新的参数 所以我们按一个加号 那这边再产生呢 我们所需要输的是text 在值的地方呢我们要输的是中文字 最火红的认证 好那输完毕之后呢我们按下呢确定 按下确定 那这样呢第七小题就做完了 那我们只需要呢将档案呢做一个儲存 那这样子呢304的题目到此就全部做完了